左权未搬家又上心了 我一看他价0.01元 还能获得一份实验胶 我就又心动了 这个绑了这个丝带 有点像那种开业剪彩的感觉 然后他里面这些亮片 我拆快递的时候撒了一地 我还以为是配件泄露了 没想到 这是一种全新的形式的惊喜 圣诞的这个配色 我还是买了一个福箱 一共是六个 心里还是有些许的忐忑 些许的坠值不安 些许的兴奋 和些许的小乌乱状 不知道这次又配了我什么神仙泥 这是我今天刚收到 我立马就玩了 这个亮片夹的 真的是太突如其来 太医疗之外了 看看定家这次又有什么迷人 又危险的创意 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木公交吧 豆奶块 这个热搜魔风的 是不是有些许的衣不避体啊 有一点小杂质 可能是胶里面的吧 这次没有说像上次一样 都是流失了 这次是固体状态的 哇好硬啊 太凉了 跟冰块一样 不行 得烤一下 得去暖气上烤一下 这个左旋味半的泥烤好了 我怕烤过头呢 晚上提前把它从暖气管上拿下来 然后又在室温里面静置一天 状态应该没问题 软硬适中 有股 有股粮食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 我总觉得我总觉得它它胶味很大 很糯面唧唧的 就是很稀松平常的木公交的手感 乍一玩木公交可能很新鲜 你玩多了你会发现 很熟悉的质感 它跟你的皮肤之间呢 非常的有拉扯感 每一次与它的这样的结合和分离 都是非常的难舍难分 越像冷脆 越满心冷 患自飘离 睡自流 一种相似的样子就形成了 这个是保鲜膜包的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里面有一种食物发酵的美感 是咖啡糖的味儿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啥糊糊了呢 这个味道不错 焦糖咖啡的味道 就是说 这个可没烤呀 就是它这一半不黏 那一半黏 然后右手这样一混合 它就全都黏了 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感觉 还好啊 我觉得混合以后就好多了 就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焦气有点韧有点弹有点硅胶感 像有很多刚入坑的小伙伴 他不太理解硅胶感是什么感觉 就是这种短短的感觉 很神奇混合在以后它又不怎么黏了 这个味道挺好闻的 你看它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 这找什么问题呢 也很黏多的 你看到没有 我拆第三个 我再给这个小亮片 跟便系法一样 你看的是一个 你一年 五个 王炸 对二要不起 这个也是 保镇魔方的 还没拆开呢 就已经和它见面了 为什么 这个可真没放哪些片烤 放在阳台上 这两天还降温了 阳台上温度不是很高 我如果说 昨天第一次拆开的是这个 那么剩下的我也不会放到第二天玩了 这是个圣诞布丁 应该是个水潭 嗯 嗯 挺布丁的 挺布丁的 芒果奶酪果冬的味道 这个有点像那个山东大煎饼啊 就是那个摊煎饼的时候 然后那个人手里会拿这么一团煎饼面 然后就搁在锅上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来回的团 然后让这个面护在那个铁锅上 然后一张煎饼就好了 然后就接起来了 他拿在手里蛮有分量 然后挺容易破损的 获得破败的布丁乘以一 好了好了 我每次玩他家的泥 我都非常的焦灼和匆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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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